我是是干啥啥不行 跟老板吵架第一名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老郑 历史两年的火箭少女要解散了 他们也迎来了自己的毕业典礼 在这场告别舞台中 除了杨超越的跟老板吵架第一名 上了热搜外 上海彩虹和尚团改编的卡路里 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彩虹和尚团的鸡兽国性歌曲 相对于原版洗脑又活泼的卡路里 彩虹和尚团的这版催泪卡路里 从歌曲到舞台都十分感人 也让火箭少女成员几度哽咽 老郑虽然不是他们的粉丝 但是听了也很受触动啊 去年的春节啊 因为疫情原因 很多人都没有和家人团聚 而今年据下一个春节啊 还有七个月的时间 你准备好接受七大姑八大姨的狂轰乱炸了吗 听完彩虹和尚团的这首 春节自救指南 可以帮你回家舍战群儒 彩虹和尚团队的这首歌 不仅歌曲魔性词 看起来也是相当的不正经啊 各种搞怪的同时 还深深的戳中了广大上班族的笑点和泪点 老郑也是深有体会啊 真是首让无良老板羞愧 让加班员工笑着流泪的良心神曲啊 老郑就是深游彩虹和尚团队的这首歌 当然了 作为一个神曲制造和尚团 他们也不是每首歌都那么沙雕 和张绍涵一起演绎的改编版 白蓝歌徐游记 不仅突出了张绍涵极具爆发力的声音 还让整首歌的画面感十足 十分的动人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老郑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